好 这里是刚刚学完英语 却在想着为大家午饭来进行更一期的up主自由席舞 这里开局没东西选 抢了三分没东西选 选了借寻玉 好在对面有一个人强度不是很高 然后一开始借寻玉当主就和借国家 就和国家差不多嘛 别人打你就卖两张牌 但是借寻玉比国家强一点 就是他还是有屈虎的 这里可以考虑先屈虎一下一些街道云 不过我也没有大牌 所以屈虎也挺亏的 好在这个曹城两张叫什么 一张一张藤甲 我正好两张火纱还有冠石服 所以说嘛 当你觉得比较稳的时候就不要上藤甲 这里选择卖一滴 这样他手上是张九 我们都明知道他是张九 然后呢 他手上一张九嘛 所以说有些人选将虽然不行 但是运气是真的好 他把自己马都拔了 那估计要拔我的马 我肯定赶紧把桃子吃了我也好 最后嘞 但是就算借赵云钢板云啊 他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杀对吧 这一波嘞最后能赢 也说是运气蛮好的 今天的视频都偏苦战 第二把许妖 许妖主 好不容易遇到许妖主 结果对面是神级农民啊 这是三票棋抢三倍 至于这个曹王为什么没有金龙我也不懂 先杀马梁一刀行 给了八卦就不要杀马梁了 立马打曹王 反正打一波 然后呢 这张无蟹没有别的用 我们只能把它保自己的加一 很重要 这一无蟹的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 你说过一张牌呢 把那种无蟹给了马梁 我觉得也挺亏的 这张无蟹肯定是要留在手上防万件的 防过拆的 防拆我的加一 这样拆我虽然给了曹王 但是我依然也不怕 这一能打死最好 打不死的话 正好有张乐伤 这样曹王使用是张柴 我们都知道 对吧 曹王使用是张柴对吧 我没有说错的话 所以就没有必要 噢不对曹王使用是张柴 那张柴到哪去了 我都不记得了 哦 拆好像是 反正也挺尴尬的 总而言之最后一波 就算曹王没死 我还能补一张杀 但是在杀曹王之前肯定是先过牌置顶 把几张装备牌 没用的废牌 非防御牌置顶给曹王 这样不至于让我们排杀 这里想办法 想把马良的 先把简易马拔了 免得他对我们造成危险 再想办法把八卦一拔 这里我打的有问题啊 说正点打的有问题 我看到拖过来之后我打的 结果没想到他留的杀很多 我的想法大家也应该都看出来了 希望马置顶这样可以空他八卦之黑 再杀他 杀他同时就可以用磁雄 再把寒冰箭把他的东西一下 这里换最后一波 当时误操作换了个刀 属实尴尬 这里是我打错了 看见对面呢 你脱管了 就 就 大家也都总我意思 就 不解 就 清醒了 钓鱼清醒了 然后刚刚对面 借刀都没杀我 那我肯定那我在决斗他肯定也不会有啥 八卦还是拿过来 把对面距离还是空一下 当然我 是不是已经给了他一张固定刀 所以不存在空距离的问题说法 万一就给马良 最后再见 最后一波还是处理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波还是处理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但是之前几波确实处理的有一点小问题 我知道大家都不喜欢看流战的视频 但是这些今天这把流战都偏苦战 这把嘞 曹瑞 曹瑞张松 我说曹瑞这个武将强就强在 他真的就让他 他 曹 我先把事情吵小一点 这 这个 这个流战比BBG还吵啊 曹瑞强度强就强在 他能让他队友强行变成下一个地主 我记得我有一轮是马良打曹瑞加上陈女盟 我第一轮藏手一开啊 我觉得当时打 凡天打不死张松 我就藏一手 结果没想到的 出的事情不太好 接着刚才话说 有一次我马良打一个曹瑞加陈女盟 理论上说 肯定是抱着陈女盟 一顿暴揍 第一轮没揍死陈女盟 曹瑞一开始刷了蛮多槽 然后呢 曹瑞每回合把牌给陈女盟 我们来算一下 陈女盟每回合 打个比方 他自己的 他自己在开局摸的牌啊 且不论那种 贼贼尴尬的情况 就比如五张一样 正常情况下摸两张 高质量牌和摸三张 正常的牌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马良一回合摸五张牌 但是陈女盟一回合摸三张牌 将曹瑞给他两张牌 自己还加一点体力上去 还能同时摸双杀 出双刀 马良除了自输带来的优势以外 没有任何优势 这里为了保证自己还是先把距离一上 刚才我没有说 因为曹瑞一直在给张松 挥拓 所以我完全有机会相信曹瑞 可我们也有机会把曹瑞带走 所以我也确实最后做到了 苦战过后看一把剧快的 好像是 打个圆 打个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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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张松 一开始拆张松一张牌 被无了 直接拿个黑 带走 之后圣女盟就跑了 好像他死都没死 就双托管了 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 一定不要 关于这个武将 你还是给他点尊重好吗 不要为了弹一张牌 不过这一把接关于就没有 刚刚那把那么好打 然后优先呢 对面有一个关 两个都是中等关节吧 就是中均左右 不算特别高 也不算特别差 然后选择圆树和中摇 我觉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武将 第一轮他两张都没有杀 那就说明他手上肯定有闪 我不如 这里就想着 让他把自己手牌稍微丢一点 免得嘞 免得我这杀也是白杀 看了 总有人不给 关于面子 对吧 就总有人就觉得 关于这个武将 看似很弱 对吧 确实很弱 有时候 有时候看似确实不高 但是他关于就是这种能力 然后关于打中调也很有意思 中调为了保自己 肯定要留黑飞机 但是黑飞机展示给关于 就要那个命 一把SP赵云地主遇到了双天克 想办法捣死一个 再跟另一个单挑 我说SP赵云主怕什么 SP赵云主怕强制伤害 然后神陆迅就是强制伤害的 就很厉害 反正神陆迅的强制伤害就很厉害 但是周瑜也很恶心 我之前也说过 我被一个刘备周瑜打爆了 这群里面说的 刘备周瑜 周瑜就每回都给我塞一张梅花 然后我自己手上一直都是梅花杀 我丢就掉 不丢就掉血 丢就没防御了 这里怎么打呢 先说一下 打着神陆迅 神陆迅只要是 他是偶数军略的话 他只能把我一张牌 但是基数军略他可以掉我血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优先要保证 他是偶数军略 这样的话 他是不会加军略术的 这里他不敢怪下来 因为他这保自己的加一码 他觉得自己这个加一很重要 也确实很重要啊 然后这样青藏剑藏一手 拿过来 他这里肯定要搞我了 那没办法 拿一下 再拿一下 这里是五个军略 他能掉我一滴血 然后他会把我的装备下掉 还好这时候来了一张刀子 这里想了想 把他的装备下了 因为这时候他是偶数军略 他不一定敢打我 最后一波 一张杀 一张万剑 神陆迅他就是这样 他基数军略的时候 可以对你造成一点伤害 这一点伤害 那就对神赵云 LSP赵云而言是致命的 但是他偶数军略的时候 那就还好 好说得多 毕竟他五十军略只能掉 神赵云一张牌嘛 等他一张牌掉了之后 他也不一定敢打 这把说是苦战也不算嘛 对面毕竟没有对我造成十字伤的威胁 不像第一把 那是真的难受 但是我也说过嘛 只要对面有中摇 我方就会疯狂摸到黑桃 这是真的没有办法 我反正我是有这种魅力 不管你信不信 我信了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也很厉害 反正就是不掉血嘛 破也破不了 也就只能这样等 等着呢 然后对面 兵乐也过 没办法 该发运气好了 他毕竟现了图嘛 打法是正确的 运气就该好 当然这话说的也太奇怪了 当然张聪该死还是得死 刘战呢 我也说过 你看我这把刘战 他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也只是单纯在跟对面耗 但是耗的耗得来 还是把对面耗死了 刘战就是这样 他的第二轮为止 他的起爆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他不像 他不像马良那样 美副哥摸五张 也不像朝鲜 或者戒选那样 美副哥收益是稳定的 这也直接杀九杀 带走不 不便师了 好吵啊 这个歌王怎么比许优还要吵 最后就把严峻主 我很久没有严峻了 正好放车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任命刚才说曹春 那也是五个都可以当主 严峻 曹春 神兆云 戒马 戒马 还有戒神犬 都是可以当主的 这里一开始刷 一开始后来了张 但是这时候不急着动手 接关羽这时候看我的 我觉得他 我这时候有盾和嘉宜马 我觉得他对我够不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我直接把 直接给他亮黑了 然后这里也两张黑牌一丢 看能不能打 接关羽打一波 这时候逃都是蛮多的 我们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确保自己的 接关羽没有异决 我是对的 因为我亮黑他也没有任何收益 相对于白丢一张牌 铁锁连环 之后再补一刀 趁他没杀要他命 这里立马亮黑 没有任何原因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他不杀一刀 刘备砸了个蛋 但是证明他没杀是对的 因为我总是要赤逃过牌的 我逃很多 这里为了打死关羽 有点不择手段 但这时候关羽如果一决 我就很难受 我得给他一张闪 就相当于变前加了他的防御 他要丢陶了 刘备知道他放弃了 然后开始还给我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该怎么打刘备 这个刘备也很配合 我也给他献了一朵花 直接九杀带走 反正这把后面是 也一直压对面在打 但是大家要知道 刘备关羽是肯定不弱的 我这个号除了我自己在玩以外 还有一个高中同学 跟我关系很好的也在玩 当然 在第一开始这个号也踏创的 不过 我觉得这个号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嘛 这把选了神兆云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有一个高关阶抢了地主 我大有理由 相信他是进攻型武将 所以我选个防御型的 神兆云不管怎么说 有这种能力 两张牌一拍 中瑶 我们我和中瑶 这个神兆云和中瑶就这点很像 既能奶 又能补牌 还能打出九杀 然后把曹城乐了一轮 那曹城就巨难受了 两张九杀带走 面对曹城 肯进攻能力肯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开始不要想着流牌 一定得进攻 这几把就是他打的 不是我 庞德功的视频我就不放出来了 然后他跟我的思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比起我而言 更喜欢刘奇这个武将 他觉得刘奇个人能力很强 但在我看来他很容易成为团队秃口 这林曹来可能觉得蔡夫人威胁很大 你要说我们这对组合也倒也蛮有意思啊 刘奇和蔡夫人是什么关系 蔡夫人是刘把刘表的老婆 但刘奇呢是刘表的儿子 相当于后妈的关系 一开始蔡夫人给我们限周 我们肯定是掉林曹一滴血的 没有必要让蔡夫人回血 林曹这个武将跟 你要说白了跟曹城他差不多 不过比曹城弱 这是肯定的 他在有很多装备的情况下 我们是肯定比不赢他 但是呢 你说刘奇有没有这个能力 刘奇有 他一回合如果问技嘉囤将 问技一张顺是两手艺 囤将可以摸两张牌 又是两手艺 一回合相当于四手艺 而林曹那一回合就多 假如他这两张装备的情况下 他一回合可以摸四张 五张牌 两张装备的时候 一回合是地主摸三张 技能摸一 技能摸两张 组合摸五张牌 但是我们刘奇呢 是摸的比他多的 不是摸的没有他多 但是我们是有顺他的手牌能力 而且还有强重 最后一波呢 处理也没有任何问题 先顺 先寒冰把它装备下起来 然后再换上AK AK两张杀 再加上还没死的话 还有这张万剑 你看我虽然平时黑刘奇 但我从来不怀疑刘奇的单挑能力 刘奇的单挑跟借孙权 那是一个水平的 至于谁强的 那还是带定 严峻当农民没那么强 毕竟只能出一张杀 大大限着他的能力嘛 然后严峻一开始 也可以给我们补一张无蟹 这倒是很好 打王级跟打严峻一样 跟打领操也一样 就不要耗吧 能动手就动手 能推就推 这张无蟹 我们手牌跟严峻一样 他没有办法给我们 这里严峻为了过牌 他选择杀我们一刀 但是我问你 你用杀换一张位置牌 你觉得划算吗 所以说其实 我 怎么 我这时候也对阎俊 对队友起来杀心了 然后这里 你讲这么多好牌 你丢了 是不是也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严峻 你看呢 在我们没有东西的时候 他依然杀我们 还是挂个闪电 这时候 我说实话 就算我自己亲自玩 我也对这个严峻起来杀心 我觉得你单挑王级 一张拆 一张顺 南蛮万剑 AK双 AK杀九杀 他这身上闪了也没办法 但是好在把他带走了 所以说我 我从头到尾都不怀疑 王级的单挑 那个叫什么 刘切的单挑能力 但他只是因为 他这个三血白板太脆了 在大多数情况来 他比 选他为什么不选曹城 或者戒拳呢 他们能力差不多 对吧 一张 这肉果断瘦了国家 但是这里说一点 瘦国家之后 希望你回血 因为你就回血之后 你 你多了一滴血 你也一样的 该火攻 你该苦肉 还是可以再苦多苦肉一下 这一波 这一波到底很有意思 他一 主持久上来 第一件事就是换皮肤 因为让张忠华觉得 他这个戒盖子 就不敢打他 但是现在张忠华 如果知道他这个描盖子 那谁还去管那个国家 那肯定一开始把盖子 揍死 记得这把珠灵我想说一点事 关于周 关于诸葛亮 标大诸葛 主持久一开始处理很有问题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要吐槽的 视频 但是他们也跟我说了 他不知道 这一刀肯定是杀诸葛在开南嘛 对不对 施政场人都会这么觉得 不会有人杀王毅 但主持久来 他不知道 他以为杀了诸葛之后 诸葛就空城了 杀没对方 没法对他造成伤害 这我简单说一下诸葛的机制 诸葛机制是这样的 诸葛 你在看 你在 他如果空城状态下 你是没有办法指定他作为目标的 这点 但是国战是可以 国战是可以指定诸葛亮作为目标 你像这种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指定的 这他空城了 没有办法指定他作为目标 但是 这里 看到这里就简单了 有个古丁刀 一刀剁了王毅 再一刀剁了诸葛亮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杀 就算杀了诸葛亮之后 诸葛亮空城了 我们一样的杀可以就要造成伤害 但是我只要指定了诸葛亮 就可以对他造成伤害 很多人都不知道 包括SP赵云也是 SP赵云拿闪冲震 冲震叫什么 诸葛亮的时候 就是可以对诸葛亮造成伤害 就算那张冲震 把诸葛亮最后一张牌拿走了 依然可以对他造成伤害 这里主持人要选了弥珠 二号位弥珠没有任何问题 忠瑶也蠢 曹神也蠢 曹神一开始为什么要打忠瑶的 不能理解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给忠瑶补一张牌 补 给他支援一下 忠瑶既可以回血还能摸牌 不管怎么样 有弥珠在 肯定是优先打弥珠 这一弥珠处理也没有任何问题 冠师傅不论一切 一定要把曹神 能多打几一切 就打几一切 一定不能跟曹神选择跟他耗 忠瑶最后也可以把自己的黑飞机空顶 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八卦也是必中的 所以今天我想多放点素材来 让大家能看中看得愉快 再放一把王鸡农民地主 从现在开始都是玩家投稿 刚才也是玩家投稿 从我的视频结束开始就玩家投稿 一开始有曹神 曹神不管怎么说 你开OE的时候还是得注意一点 然后挂上AK直接拖 主持久最后一张赌一下 想把自己的闪换掉 看能不能来张杀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不过正常情况下 最后如果是杀是最后一张牌 那肯定是换了AK 这主持久处理的也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最后一张牌如果不是杀的话 庞德功你跟他很难耗得起 但庞德功这边处理我觉得也有一点点问题 我是庞德功的话 我会把这张狮子 我在第一回合我会把狮子挪给曹宗 自己回一滴血同时 曹宗也夺了一张人心牌 不是吗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狮子一直也算是个好东西 这曹宗没有拿刀 庞德功气了一个蛋砸过去 我们乐了一个花砸过去 再来一张杀 没事再补一刀带走 王基还是有这种能力的 王基他在AK提供了 他的最后的 我也说过很多次 禁缺两张牌提供 保证了王基的续航 这很重要 不是主持久 我这时候会把九月拥掉 再过一张牌 这样的话 确认了自己的续航 但是也说过 王基这个武将 他的进攻是 他的过牌是建立在进攻的基础上的 但是也说过 打曹宗就有可能被反噬 吞噬 巨噬细胞 反噬的危险 这里杀他一刀 他摸了一张闪走了 那肯定 我们这里反正也是为了过牌 这里他一张火攻 火攻中了 只能说倒霉 王基打不赢 刺害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打他来 你又不能 你又必须得 你又不能推 对吧 这里曹宗一开始从零张牌摸到三张牌 三张牌分别是闪电 无中和一张决斗 我们再打一刀 就直接带走就行了 不跟他好 除了王基以外 还有一个出杀 才能过牌的武将就严俊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王基和严俊很像 不过 他们两个狙兽也很像 就我觉得王基严俊狙兽 三个武将来都是 可以过牌的武将 但是王基他们有禁区的 续航 严俊是直接磨 王基是要磨一张 还要弃一张 这一把来打赵虫赵广 赵虫赵广这个武将来不好打 因为他觉醒之后 他每一张牌几乎都是 他的基本牌就是桃子 而这副牌里面基本牌蛮多 然后主持角这里选择了 顺一下黄中的牌 主持角 我知道很多人肯定想说 黄中在杀主持角的时候 主持角应该卖血 然后少过牌 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一下 你看他现在严俊有桃子 他不一定每轮都能磨到 但是之后如果黄中再杀严俊 严俊摸不到牌 他的手牌 他的手牌数被 手牌 体力上线被压了 他手牌数也被压起来之后 就不好打了 这把是不是感觉到这里 很难 已经很难赢了 赵文赵广一直在不停地回血 他的血量一直都可以是满的 这就要说严俊的能力了 严俊就是有这样的能力 严俊的进攻能力是很强的 就是一下子把二招给打残了 把黄中乐上了 但是我是主持角 我这时候会乐二招 因为毕竟想他 不要进攻了 这个黄中也很给力 两张桃子 虽然没有皮肤 感觉不是很厉害 但就有两张桃子 也不一样 严俊就有这个问题 你看我要是主持角 我肯定会先杀再乐 但是严俊只能先乐再杀 这是严俊的特殊情况嘛 主持角这里有一张加一码 可以二刀也杀不到我们 九杀也不用防 不用流伞 而黄中杀我们 那我们是再开钱不过了 因为黄中杀我们呢 我们吃桃可以过牌嘛 你看这一张 二点六点九点 可惜这张顺来的比较晚 我是主持角的话 可能会 这一张拆 一张顺 来AK了 我是主持角 我这时候就会把AK留着 是留着没有错 留着肯定没错 不过勒 也说过 黄中这个武将强中了 在我们如果摸不到足够多的桃子 还是很麻烦的 但是直接两张杀带走了 那要不存在任何问题 留战主看着有很多对吧 看一把留战农民 伤口也没有东西 没有特别多东西好选 不过我是主持角 我会考虑选四马招 但四马招这把他更不好打 你看这队友是个四害 但四害的也没有办法 我们主持角 做的事情就肯定是 先把自己状态回过来 然后一张戒刀 我知道主持角 想把这张刀拿过来来过牌 这样的话也不至于让曹杰打张春华 主持角做的也没有问题 张春华 曹杰虽然打张春华打了很多 理论上说我们是该跟着抱的 但是张春华我们看到了 他想要有张桃 那这还丢桃呢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打 我们把自己具体控好 这样张春华的输出只能对曹杰打 那曹杰你输出张春华 你也没有多大意义 这张无中开始出来就马上出事 一张无中 一张AK两张杀 出事了嘞 张春华此时还没有意识到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牛蛋就这样杀着杀着 AK就出不来了 正好嘞 刚才这三国赵子龙 正好他也给我发来三国赵子龙的 当然最后一波该抱的时候 处理还是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队友一直在那抱 我们不抱也不可视 但是一开始想办法让雕层少一点输出就行 因为有速度有止息 雕层打我们永远只能打四滴血 最多打四滴 但是他先开了万箭 那就再打不了多的血了 一张杀 这里一丢再杀 没有问题 打雕层就不要想着狗了 一定能输出赶紧输出 毕竟他可以耗你不能耗 这时候把AK置顶了 杀置顶了 有一张杀一张AK置顶了 这里我是他主攻主 是要有铁锁不会坏 主铁锁不换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多出一张杀 但这里出也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杀 给他孙鲁玉一张杀 一张 一张AK嘛 孙鲁玉反帝 我们把貂山带走了 没有任何问题 刘奇这五张 虽然在我看来蛮脆的 我是主持人 我肯定选马良主了 比马良我觉得跟刘奇比呢 马良还是强一些 直接五张牌嘛 但是刘奇 你看刘奇打到死啊 上线 马良是直接回合 回合那直接摸五张牌嘛 然后顺和无中 还有铁锁三张牌 也都可以是马良过牌的 过牌的点 但是刘奇 还有戒刀 还有五谷 但刘奇就不一样了 刘奇呢 他你像问季 摸对面一张牌 这里我想也说一点啊 我是主持人的时候 我这时候会直接打王毅 把王毅搞 把我打王王毅之后 你也差不多空城了 这样张聪 他看到你的牌 他也爆发不起来 接着说 接着说刘奇的问题 刘奇 我今天在早些时候 也说过 他的能力 顺就多一张牌 对面少一张牌 然后囤将一下子最多 你像这种情况下 摸三张牌 上线摸三张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王毅呢 什么王毅 马良 一把草匹反杀 区域 直接跟大家说清楚了 反杀区域就行了 一开始刷的牌 没有太好 但是想着区域 可能打我们刷张九 也没有毛病 一张杀一张决斗 张飞死的走得很安 那一天他走得很安详 总是要怎么做呢 三张装备一换 乐一乐 然后再九杀 这样他区域如果不闪的话 是两滴血 闪然后灌下去是三滴血 我这区域我肯定不闪 再一张南马一开 区域也想着想狗一狗 但是他摸不到桃啊 你摸不到桃就没有意义对吧 反正区域这时候也顺不到我们了 顺就给他们了 也不要紧 刚说完他要来捡一马了 一张借刀 一张青龙刀 一张青龙刀 运气也很好 区域八卦连续判黑 不然这把也估计也很难赢 借巡域理论上来说没那么耐用啊 我是主持者 我这里肯定会用珠华或者曹城 但是借巡域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用的 有个人说借巡域 有人说借巡域这个武将呢 你说像郭家一样 但是他比郭家我觉得还是强不少的 这里直接区虎啊 区虎的话强行卖血给队友加牌 他是可以强行卖血 这一点就比郭家强很多 而且他是区虎的同时 耗了陈琳一张牌 你想要不然陈琳这时候肯定已经 他会多一张牌 他可以挑自己的乐 然后再打我们一轮 他还可以给自己补两张 那就不一样了对吧 借巡域完了又是一把王姬 王姬主 王姬肯定基本上只能当张主 我有一把用王姬农民引完 那就是也只是运气好 你看这对面的阵容也比较恐怖 一张杀再换一张杀 杀复杀 这曹城一开始刷的牌也很多 曹我这边也说一下 作为三方是应该怎么刷牌啊 王姬主肯定是尽可能能刷进攻牌 一定刷进攻牌 因为曹城是个优势型武将 关羽也是比较优势型的 然后这时候曹城 王姬一定想要把两个人打死一个 曹城肯定刷防御牌 因为王姬是进攻型武将 你肯定是要想办法自己的牌刷掉 关羽怎么刷牌 关羽刷牌有两种思路 第一是你要么刷防御牌 让曹城不至于死 你要么刷AK 就算王姬把曹城给打死了 你可以一波把王姬反噬 这也是三种打法 都说一下 然后刚才有一轮曹王姬 进去两张牌全黑 那一轮关羽正好摸一张红桃 只能说那轮要是死了 那也只能说主持人运气太差 不过我打王姬嘛 快乐就完事了 命运一线也是日常了 最后一刀补上古丁刀好兵 一把黄月银 这里主持人脚没东西选了 选黄月银没有毛病 当然选中药也可以 我替他换个皮肤 第二刀防闪 我可以告诉我可以告诉大家是 就这一刀让主持人脚 在这一轮成功的把张树花带走了 一张一张贴锁 一刀两刀三刀再杀过架一刀 给了一张雷刹 一张刹没带走 九雷刹国家 两个一起死 我觉得这一波处理的很完美 合理运用了四害 这也是说白了 这个国家比国家强就强在这里 他给了两张牌可以是 是他想给你的 你说正常情况下 国家卖两张牌不一定能给你好东西 但是这个国家手上有 无中和差 那直接给黄月银 就很简单了 合理运用四害是很关键的 包括王姬 就是马良跟四害队友的时候 也经常杀四害一刀嘛 这样的话四害可以把 就是比如 这个国家就给两张好牌给王姬 然后王姬跟这个国家配合 就是王姬把顺给国家 然后再杀国家一刀 国家就把顺还回来 这样顺可以反复利用 王姬过的牌越来越多 这是一种思路 还有一种思路就是 跟国家的 就是国家两张牌 挨个给王姬 王姬可以一次摸四张牌 比这个国家多了一张牌 但是我觉得跟这个国家配合 可能还是好一些 当然啊 说是这么说 不是鼓励大家去选王 选 对吧 不是鼓励大家去选 四害 这里最后看了他 他手上是张五谷是吧 之后就强行过牌 过牌之后一定找 在我们有九嘛 找一张杀 强行把孙策带走 我觉得这一波处理 也没有任何问题 一把关羽接关羽 接关羽是怎么刷牌呢 我之前说了两种思路 这就是第二种思路 张松那肯定是死了 那就不用想的 不能说他死了 张松肯定是很难很难撑住 但是说一下主视角呢 马良在马良开南嘛 关羽没出啥 马良就应该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时候就不应该去打张松 当然了 就算他不打张松 我们依然 张松给我们现张图两张牌打过去 我的王姬如果马良如果打张松 张松死了 我们摸两张牌一样的杀不出去 一把草存 好像不是这把 一把草存 是这把没错 应该是这把 这把我想借这个问题说一下 对面组合器挺强的 一个张松可以边打边摸 边杀边摸 然后他再把锦囊牌给还为赢 但问题他补现图呀 那你说这想的再美好的联动 有什么用呢 补现图的张松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尤其在打草存这种这种农民 这种地主的情况下 补现图你不是 不过我是主持角 再跟大家说 我是主持角 我肯定先打张松 把张松的血量逼得很低了 让张松不敢先图 而是证明这个张松就要满血 他也不敢先 这一代反反打一波 等张松消完图之后 他的状态比较残 再反杀张松一波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主持角 也说了这两个人 黄云英和张松两个人 进攻能力都还是有的 所以主持角 来就两滴血 没办法 只能说是这样的 火刹就不要打了 他掉一滴血 你掉一滴血 他的血也不 他的血没有毛病 但你的血就比较重了 这周黄云英呢 想办法 想拆我们雌雄 这样免得我们有更高的收益 但你这周要么保命 要么想办法 把我们一波推了嘛 拆雌雄而已 没什么意义 今天最后一把素材 由元素结尾啊 二素 二号位元素 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保队友吧 然后队友 寻幼啊 寻幼不强 但是也是可以用的 肯定不是私害 而且在某 寻幼的能力就强在 他在某些特殊场合下 有特殊的作用 比如决斗 他强行 强行打输出 然后我们来 曹生只能杀我们 当然这时候可以杀元素 寻幼了 但他去杀寻幼 亏啊 他一下子灵牌 说不定我们一张 对吧 一张火刹 寻幼一张火刹就带走了 寻幼不管怎么说 他有一定的自保能力 就是 至于嘛 至于还是有能力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就肯定是尽可能的 保薛寻幼 当然我们 我们本身就可以保他 我是主持人 我这时候这张嘉义马 可能都不会上 免得这 对吧 刚刚曹生 如果把那张冠石斧一下 他就可以打寻幼了 寻 那如果掏出一张火刹 直接把寻幼秒了 那我们得背锅 这张嘉义马得背锅 从某 从这种程度上说寻 元素倒是和小虎蛮像的 好在我们这时候有九 东西还蛮给力的 这张南蛮也没什么用 这张曹生呢 一直跟藤甲一直都不舍得下 当然也没有毛病啊 曹生不下藤甲我觉得是合理的 下藤甲之后元素 寻幼开南蛮万剑什么的 曹生也要掉血 但 人开决斗就不要开南蛮万剑吧 一张淘嘞 这主视角 这真不是靠运气取胜 曹 曹生的回合元素可以摸一张牌 曹生少 少留一张牌 然后 寻幼呢 也就一直都有 有能力掉曹生 每回掉一滴血就行了 可以这样 这时候我们死了 那也没有办法 但是 曹生是要把所有牌丢光的 寻有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开一个 决斗 曹生就已经game over了 今天的素材应该还挺足的 量应该挺足的 我就只打 六百 我也只有六百个豆子 如果这六百个豆子直接输了 我就不继续了 但是该玩还是得玩嘛 千夫长先封 但是千夫长是一个 曹 是一个曹王 曹王啊 所以要考虑 可能 可能这个 曲艺没那么香啊 要不选关羽吧 当然不可能的 对面大概率就有一个曹王 曹 曹葱啊 葱儿啊 可以吧 就这牌吧 曹葱 我刚想说的 裸膜加一 每回裸膜加一都有 直接九刹 如果 如果我杀第一刀 再杀第二刀的话 曹松是可以 用一张牌来保张松的 就是他 就我杀两刀的话 第一刀杀张松 第二刀再杀张松 曹松是可以发面来保张松的 但直接九刹就 就稍微好一些 U总是一张杀一张九刹 打私底伤害的 结果宁才是私害的 加一上了啊 上马 出城 打曹松不及 打曹松 你说我一刀一刀能打他两血 是吧 是能打两血 但是 闪了就让他闪了嘛 对吧 加一马 你说这被冰一下多难受啊 砍一刀 闪 闪就闪了 无所谓 再砍一刀 闪 他能摸到的牌肯定很好 你看这难满多难受啊 这都是好牌 一摸四张牌呢 一张桃一吃 看到会不会压自己的手牌术 让我多掉一滴血吧 他如果再吃一张桃 那他回合结束就可以得两张牌了 掉啊 真的掉无所谓 没事 还好 他不知道压自己手还可难受 我两张无限 这么多 一张铁锁先换了 杀一刀 我先换了 杀一刀 吃张桃 结了嘞 没必要 再确保每刀都能打凉血就行 再确保每刀都能打凉血 如果这一轮没有闪的话就要上装备了 我说啥来着 不用上 刀给你吓了 桃一吃 简易装着 猪雀就不要装了 猪雀免得被接刀了 那还很麻烦 我活 我活 出事了 还好啊 应该是有球的 没事可以理解有球是很正常的 嗯 这么三张牌是吧 腾甲丢了 闪电也不要装 闪电装的话我自己 闪电如果留在手上被他顺走了我也很麻烦 好难受啊 该给我一张杀了吧 该给我一张杀了吧 对吧 他有加一对吧 我差点就没了 他在他在压子一张牌我就没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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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死 看你死不死了 很好 那既然第一把赢了 第二把再来一把 六百刀子怎么说嘛 打完就撤 遇到命选一线啊 我被曹春整自闭了 至少是 又俩效尾 怎么今天老是效尾啥手 不是不是很想玩流战啊 流战这个武将 你要说他过于无脑 确实 玩曹春吧 严峻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徐处 不要许处 曹春还是流战 曹春流战 曹春 流战换 曹皮 曹春吧曹春 不是很想玩流战啊 真不是很想玩流战 这两个组合 这两个组合换曹皮来都能打 冷静点 冷静点 这是一定要送我藤家 刺激而行 这张这张这张兵送给 送给黄中 我穿上藤家节 这样的话他杀我是可以杀你的 刷的牌不好啊 刷的牌呢不好呢也没办法 干火工 火工他可能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四滴为大 没事 没事 想四滴就撕 我没有意见的 我又不急着 我又不急着把你们俩干死 不四滴 不四滴我就没有想到了 这是种新的行为艺术吗 不跳 三张牌呢 那吃吧 不跳是很有好处的 真就摸不到装备了呗 慢慢一开 这打黄中肯定没问题啊 接受重铸了吧 我不急着打曹真 重铸了算了 我打曹真的话呢 我说他四滴 我又少 我又少出一张牌 喂 对哦 这是老黄中 我还以为他是新黄中 我还以为他借黄中 他是手牌数不大 该闪得闪啊 四滴就四滴吧 手牌不小于 不大于攻击范围 哦 他装得早 不大于攻击范围 不大于攻击范围 我去 我反正搞错了 我搞错了 我搞错了 少出张杀而已 我 手牌数不小于 我的哦 就我四牌 他三血 他杀我就可以强中 没事 两张钢盃一把 我允许你把 这八张手牌 把他让你八个 送你八个桃 那你这不是 送我觉醒吗 死底就死底 我没有意见 我真没有意见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要打出呢 一笑大方 一笑大方 先火攻看一下 是什么 如果是好东西就拿过来 看来不是就直接打死 不是那直接打死吧 你还有桃呢 桃子一吃 这样的话 他杀我是 他杀我还是能强中 就看他掉牌还是掉血 还好 武器也留着在 曹真你不会真正 挂上一K美河和两杀了 那我就可能有点郁闷了 拆让你拆 乐就乐 有拆就拆 有乐就乐 我顶得住 有张甲一 先开南嘛 先开南嘛 没死就挂鼓领导在杀他 如果死了就不需要了 留一轮啊 白银也光着 这样九杀也可以防一手 他的七张牌 说不定还真要出事呢 谁知道呢 反正 这张加一一拆 我大概觉得可能要出事 石子拿走 还好呗 不是唐麦行为 石子 那请问你狮子留手上是什么 叶子吗 不是很懂 但是我有一K在 所以他就算闪 我也不是很怕他 就是他私底啊 我有一K他是没法用的 都很帅哦 你已经没了 你不知道吧 石王不就是让狮子吗 还藏着手上 藏着叶子呢 一刀两刀 再见 挂一K不算别是 因为挂一招总是要多出一张牌的 今天倒是赢的蛮多 再来一把 今天时间 时长 我分两段结了 应该时长已经够长了 我感觉 飘飘领 三倍 三号就掳子 二号就得换 这就不能三倍 掳子应该是已经确定了 看有没有更好 没有掳子啊 当进我所 猪灵猪刷闪 哦我鲁芝斯带一张闪 不要紧 那就看能给他什么 插垃圾牌 然后能不能找一张淘保一下 刚说能不能找一张淘保一下他的兄弟呢 这牌也太糟糕了 这牌有点糟糕 猪环呢 猪环应该是没东西了 但是猪环没东西之后 我可以给猪环补 所以说也不算太糟糕 他猪环拿一张五蟹是吧 出事 我觉得猪环可能没了 不好意思啊 我没跟你刷头 这时候猪环只要有一张南蛮万剑什么的猪环没了 那我真的我得背锅 那真得背锅 太糟糕了 一张装备 一张啥 啥这一刀干啥呢 不如留着我总是给你补给很多牌的 多来一张闪 好至少他暂时不用死 我想了想啊我把这张加一扒掉 扒不掉 都忘了扒不掉 应该直接开 应该先开五股 再拔的 打错了 打错了啊 打错了 至少两张闪 看能不能保一下猪环吧 打错了 刚刚是打错了 应该先开五股 把那张五蟹骗出来 但五股中间要有五蟹那也没办法 然后再想办法把猪灵的手牌一拔 那个装备一拔 别拆到闪 别拆到闪 拆到闪猪环就没了 他拆到闪了 猪环就没了 完了 两张杀下去猪环没了 那猪环你就把 你就尽可能给他一点没用的东西 无苦什么都给他 可以吗 你把柴给他都可以 猪灵不一定有两张杀 猪环你要这时候给他杀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个杀子 一刀 一刀 随便把五 你给杀干什么 别人就缺杀呢 没了 韩叔我刚才有三张杀来着 我记得只有两张啊 所以你一开始给他这张杀什么意思 请你告诉我 你一开始把 也对 给他 不管怎么样都给他一张杀 那也只能说你连气太差了 卧槽 卧槽 这么多好牌就给你了 难受啊 难受啊 他这回血了 使敌而战 这猪灵打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一战两战 使敌而战 我自己手牌一压 难受了 不打了 打不过 这确实打不过啊 我自己手牌上老是能摸到一些让我去平时想摸摸不到的东西 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自己的闲话 令这个东西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 仔细看过素材的视频的人都应该清理 十一点三十到十一点五十之间可以出 这是我目前以来摸到的规律 这个主持人还蛮欧的 已经出了好多 叫什么来着 诸葛蛋了 诸葛蛋那是八十是五十 五十将魂的神神将啊 抽一个诸葛蛋等于抽了两个张松 等于抽了十个 抽了 等于抽了十五个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抽一个诸葛蛋等于抽了十五个 鱼镜鱼镜鱼神将只六降魂 没不到十五个 十三个 刚刚出了个黄 但是大家也看到它降力没有增加 所以还是蛮舒服的哦 司马朗好像也挺高的 就是降魂 分解降魂挺高的 可惜了 我自己视频不能调速度 要是能调两倍速的话 可能大家看的很舒服 三国赵子龙的分享素材 离二 我平时呢 最近学英语学的挺崩溃的 反正群杀每次也都在尽力的打 但是群杀这个东西 毕竟还是挺好时间的 咱不得不说群杀是真的好玩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玩一玩 加入 73240753 这是我自己的习武胜利 大家进来之后 我们我们群杀才两个管理员 其实看到现在人 大家知道你如果找我 你随便给我发点 估计看到这里的人也没有多少了 你要想加群之后呢 你给我随便发点 其实我是你要我给管理员是可以的 但是也希望大家能组织一些活动 但只要跟我说我基本上都会给 我这个人把平时水群水的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靠 群群里面自己活跃 当然 也搬了群之后还是改变我不少 只有60个 200个令那抽的还是蛮爽的 有些人说我的视频是 助眠嘛 因为有时候看到最后确实蛮困了 我自己有时候看我自己视频都差点睡着了 但是效果不是就来了吗 这里也没有加 也没有加降力 大概能猜到是个什么情况了 橘兽不亏 只能说没有加降力肯定不亏啊 双黄烂没有夹 所以说大概这把这所有 我再接下来直接说了没有出 没有出精品了 但是出了个新 里居过色 这里的两个诸葛丹雪赚 刚才那个精品的一下也出了个诸葛丹 现在三股沙这个抽奖抽五将来差不多就是一百 你抽一百次大概可以进一次金的样子 那也是概率比较高的时候了 正常是两百次左右 两百次我自己视线的是两百次 出金呢我陈琳和张兴彩是抽出来的 其余的都是扎扎实实换的 我从斗地主没多久我就开始有斗地主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开始白嫖了 拿到诸葛丹雪赚之后了 没有就没有怎么没有打太多 这也是李绝郭四 李绝郭四这个武将在国战中间不是很强 我上次就是李绝郭四和马腾两个配合我觉得也不强 不过好在的他李绝郭四和马腾倒是很好的配合就是 李绝郭四不是让自己的一个限定剂回复了 灯再亮起来 他你说群雄限帝除了马腾的熊翼 还有甲雪乱舞李绝郭四自己也是一个限定剂 他强行把自己完成揭盖子 但他比揭盖的少出一张牌呀 那肯定还是不如揭盖子 本期视频呢就到此为止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这99家 99家这大概知道都是什么情况 待审素材嘛 我没有办法呀 我现在我只要审了一个素材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素材就消失了 真的消失了 所以我一次只能审 你看到一次素材 斗地主还失败了 一次省素材我只能省了一页的素材 行吧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能看得愉快 然后呢 这段时间也真的很忙 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我尽可能的保证不定期更新 能多更几次我就多更几次 但是日更确实不太可能了 11号之后我保证不仅会回复到日更 我还会想办法处理一下片头啊 片纸之间的衔接啊 可能再出点别的急紧之类的 好 本期素材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可以多体谅我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